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其实还好 不算是强度比较大的 我觉得我还有蛮多体力 可能教练觉得我昨天睡的时间比较短 只睡了五个小时 所以他今天不太敢练我吧 他说够了够了今天打到这吧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打手 我现在在拍戏嘛 然后每天早上可能会起得比较早 拍到了晚上八点 应该对我来说是比较早收工 如果说是中午下午开工的话我都会去 这样的话还消肿 慢跑 我一个小时差不多跑个六七公里吧 但是有时候如果收工太晚 健身房已经关门了的话 可能就会在房间里面稍微做一做运动 在房间里面你只要有一个瑜伽店啊 还有你住的房间的一些沙发啊 都可以来健身 躺在床上分天膜的时候 就要去退退 在家里每天都可以练一练 就是用你自己的沙发 会让你的打鼻显得更紧实 其实健身没有接近 坚持耐力自律 我觉得应该算是健身的命运务器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健身的受益者 玛雅线是让大家重新地认识我的一个开始 也许你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现在如果说提到云生山 可能大家还会再想到过去被黑的一个经历 但是大家都不会去关注 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大家对我的一个评论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地去改变自己 也许你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的看法